大家好 我要講 這個照片就是我們今年GTV的SAMI 今年五月照片 那這張照片被很多人用 那大家都看到中間的一個張三陣 我們如果把張三陣遮起來 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有來很多外國人 然後呢 這些外國人 這是一個國際的會議 我們有很多外國講者 還有這麼多人 那大家還記得這些人 他們現在在哪裡 他們在做什麼 什麼時候還會再看到他們 欸等等他們是誰 可能已經不記得了這樣子 那兩年半一次這個大黑客 從事我們在做這個國際交流 就是最 就是做這個國際的CVTEC的交流 其實是最大的這個活動在台灣 那可是我們要等兩年 而且要花很多錢 或者是你如果要做這個國際交流 你也要自己出國也要花很多錢 而且要講一些聽不懂的語言 那後來呢 在這個SELAC上面 有一個這個GENERAL的英文的頻道 可是在這英文頻道裡面 因為我們有個Translate Board 那這個Boat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看不懂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完全的外國人的話 你其實可能會看不懂我們到底在講什麼 好所以Language會是一個問題 還有很懶 就參加完這些國際會議以後 大家回家了以後就很懶的再繼續再做些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跟這些人Lost Connect 這樣子 那OCF呢在做這個國際交流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國際交流擴大來做 做一個規模 所以呢我們就做了GOVZERO NEWS 對 就是這樣 好 那謝謝那個字號的設計 非常的厲害 然後 GOVZERO NEWS現在在median上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平台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們家在median上面 所以也被很多媒體認為我們只是一個部落格 所以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個網站這樣 對 好然後簡單說GOVZERO NEWS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找一些很會講故事的跟蹤狂 然後去跟這個世界的做CVTEC跟THINK在一起 然後SUPER 好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圖 大家看這個圖應該看過很多次嘛 就是我們在講 每次都介紹說 欸我們這個是世界前三大 可是其實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裡面的連結 這些線 尤其是像這個三大幻之間的這個 那個彼此之間的線是很緊密 可是跟彼此之間外面的這些線 其實是很鬆散的 那另外呢 把這個Github上面這些 剛剛上面這些人 如果在地圖上面標起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在亞洲這邊呢 也是很稀疏的 那所以亞洲的朋友在哪裡 那所以呢 這個GOVZERO NEWS呢 因為那個時候在後勤中心 就是本來是OCF的一個計畫 後來在後勤中心呢 大家投票的時候就決定要用這個 這個GOVZERO的branding 那既然他用GOVZERO的branding 他就是GOVZERO的project 所以 我們就應該要想想看說 那我們要怎麼用一個GINNB的這種方式 來run一個新聞平台 那他當然就會牽涉到很多 像是 他是不是要有編輯台 那他的新聞的授權是什麼 那他可不可以 開放大家一起來共筆 那他的各式各樣的規則會是什麼 好 所以今天就要來討論 那從沒有人讀新聞到沒有人做新聞 好 謝謝大家